要等下開始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那你們就 你們就稍微的包涵一下 不要太care 這是什麼大爆炸嗎 蛤 可能是虛擬 欸我不是要 啊我忘記關了 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 對不起 隨便你 你們就是 剛剛可能在拿東西或什麼 OK啦 OK啦 好 好來 這個我們今天從這個問題當作 上一次一個呈現其後的起點 上一次我們講的這個有理數無理數 跟一些小數的關係 7 那包含這個循環小數畫的分數 到這個時數的比較 那今天的話我會從 兩個重要的小東西再開始講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說 7的50次方 不是 口誤 5的10次方分之7 這個數字 化成有限小數的時候 什麼叫有限小數同學 但是位數是有限的小數 那最後一個不是0的數字 在小數點後第幾位 聽得懂嗎 最後一個不是0的數字 在小數點後第幾位 這個問題要怎麼想 同學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些小小的問題 如果是這個1千分之7 它會停在哪裡 它會停在0.007 因為我們知道它是千分之7 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 叫0.007 你就會發現如果分母是十的三次方 這個數字就會停在第三位 同樣的 同樣的 千分之37 你聽到千分之 代表這個數字 就可以從千分位開始往前寫 所以叫0.037 從千分位開始往前寫 所以最後一個非0的數字 就出現在小數點後第三位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分母是十的三次方 就出現在第三位 十的五次方 就出現在第五位 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叫做5的十次方分之7 對於這個 對不起 我喝個水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破音破得非常高 不好意思 那對於這個數字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 他最後一個非0的數字在第幾位 是不是先去看他是十的幾次方 跟上面一樣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上下充成2的十次方 那這個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上面是某一個數字 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下面的分母就是十的幾次方 十的十次方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十的十次方 上面的數字 不管是多少 我們就知道 我們這個數字 是在小數點後 第十位 最後一個非0的數字會出現 所以呢 last 非0 出現在 第十位 我們很輕鬆的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有限小數 或是什麼數字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看 好 來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還要講的重要的事情 是有理數 跟無理數的特徵 第一個是有理數 經過加減乘除 有理數 我們知道還是有理數 那以後你們在高中的時候會有幾種問題 可能會出的 第一個是說 題目說 如果A的三次是有理數 A的五次是有理數 他是問是非題 則 A是有理數 他可能會出成多選題 他或者可以像這樣一個單一的四非題 都會出 這題是說 A的三次方是有理數 A的五次方也是有理數 所以A的一次是不是有理數 那問你是不是嘛 所以用四非題寫 那這問題你要怎麼解答呢 你就要去回看我們有理數的性質 如果給你兩個有理數 他等於問你A是多少的話 就要看這個A可不可以用這兩個數字 經過加減乘除運算得到嗎 因為怎麼確定一個數字是有理數 如果是兩個有理數運算的結果 那他就一定會是有理數 聽得懂嗎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的A的一次 怎麼用這兩個數字湊出來 首先A的三次方是有理數 A的三次方也是有理數 兩個相乘還是有理數 那去除以A的五次方 約掉以後剩下A 有理數乘以有理數還是有理數 再除以有理數還是有理數 這時候A就是有理數的 這是有理數利用封閉訊去判定的方法 我們來稍微的看一下 參考一下 好 好 那到這裡OK的話 我們就繼續往下上正課了 這個先幫大家檢討一些之前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我們的講義 從這個焦點時開始做起 焦點時最基本在討論的是 是數線上兩點的距離公式 那這個距離公式怎麼討論呢 就是用兩個相減加絕對值 這是距離公式的討論方式 好 它這個長度 如果絕對值AK代表是A到原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國中都有學過 好 那你可以用代數來看這個問題 或是幾何來看這個問題 他說在數線上兩點 A跟3 題目說 AB長是5 他問A這個數字是多少 也就是說 他在問的是A跟3 他的距離為5 那這時候AK是多少 好 A減3等於5 那這個時候 A減3 脫掉絕對值要嘛是正5 要嘛是負5 一個是正5 一個是負5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呢 那把3加進去就好 算差點8跟2 8跟2 這是代數 幾何的也蠻簡單的 幾何的是說啊 我們A跟3的距離為5 所以把B點先點出來 AB長度是5 要嘛向左走5 要嘛向右走5 這是8跟幾 負的2 嗯 3 3減5是8 等一下喔 這邊有點比悟喔 這個 這裡是3 我這邊看錯了 好 3是我們的這個B點的位置 那AB的距離是5的話 向右走5 就是8 向左走5就是負2 這樣子可以齁 我想應該是蠻簡單的 所以算出來我們的A 可以等於8 也可以等於負2 好大概就這樣齁 這一題蠻簡單的 這裡你們有看這個影集嗎 其夢你平時都在幹嘛 除了上課以外 你有看影集嗎 阿夢 你都在幹嘛 打傳說 打囉 也還好 也還好 那你都在幹嘛 做一些小朋友不能做的事情還是怎麼樣 沒有 超乖 也還好 超乖 真的喔 真的喔 那要推薦什麼嗎 鐵老師 我覺得 洛基很好看 洛基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個是這個迪士尼的漫威影集 我覺得這部真的超棒 這有興趣可以看 要不然你可以看超立方做這個影片解析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對啊 然後盡量還是少出門了 我本來以為疫情慢慢變好 結果最近又變差了 這個是有點傻眼 不過保護大家的身體是最重要的 各位請你們顧好自己 好歷史這樣可以 來練習時 這個很無聊的是這個問題 他說AC點AB C點跟前面的點 有可能會相同 也有可能相異 可以重點 你們自己寫這一題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糊疑 為什麼答案會有一個一樣的喔 基本上是這個資料是可以重點沒關係 好 那我們繼續囉 這個很重要 這超級重要 而且等一下會延伸很多集合的性質來討論 所以你們先稍微看個一分鐘 我看個一下下 那我們 這個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再往下講 好同學一分鐘到了喔 沒有啦 剛剛去拿個薄荷 因為這個小T最近身體不太好 所以這個我還是稍微的擦一下薄荷 會比較舒服一點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我最近因為這個身體不適的關係 就是 濕氣太重 然後我就過敏 我現在這個鼻子這邊其實都是有腫起來的 對啊我鼻子 但是 我腫到什麼程度 我今天打個噴嚏 然後鼻子就裂掉 你知道嗎 我差一點以為鼻子會掉下來 真的是超可怕的喔 不過他們說 就是因為我這個皮膚已經太薄了 所以很容易這樣 他說這個 這個有一部分人每一天都會這樣 那我的話就是慢慢等他好 那我這邊鼻子這邊都有裂開 有一點小小的血痕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啦 這個 但是因為我今天身體狀況不是那麼好 所以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講的會比較慢 或什麼的 或是我一直在弄 弄這邊一直在閒鼻涕 那你們各位同學就請我們包含一下 先講一聲 這很重要 他說束線上有相異的兩點 題目說啊 如果C是AB上的分點 而且滿足AC比CB是M比N 其中MN都是正數 他的比值是正數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比出來 中間內部的座標是多少 那怎麼寫呢 我們會發現 他是利用交叉相乘 再除以比例核來算 這中間後面口訣寫下來 再除比例核 交叉相乘再除以比例核 這個就是分點公司的寫法 那怎麼證明呢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比例跟這個M跟N的關係去寫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很重要 同學這真的是蠻重要的 所以 我就寫一次 當然這裡寫得非常完整 可是我再寫一次 他說假定啊 A在B的左邊 要問的是中間的座標 中間的X座標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利用比例的關係去算就好了 我們知道X-A 比上B-X 就是我們的M比上N 外相相乘等於內相相乘 NX加NA 對不起 是用減 等於M比減掉MX 所以移向過去 M加N個X 等於M倍的B加N倍的N 再把M加N除下去就好 那除下去以後呢 這是多少 這時候X就等於 M倍的B加N倍的N 再除以M加N 好 大概就這樣 並不是很難 那我希望 因為這真的蠻重要的 還是你們稍微的抄一次 這真的蠻重要的 好 喜歡的嗎? 它就是用比例的關係 x 比 a x-a 的距離 等於 b-x 這兩個去比的話 叫做 m 比 n 那經過整理就可以得到最終的結果 那這個 我再來示範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在裡面的點跟在外面的點 都可以用分點公式 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裡是-2 這也是3 它中間的比值叫做 2比7 那這個x是多少呢? 這x是多少呢? 這個x就等於 2xc 加7xb 再次於2加7 2c加7a 才對,不好意思,我們比5 交叉相乘 再次於等分 那這個時候我們去算一下 2 乘以3 加上7 乘以2 除以9 算出來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你會發現我們表示的都是中間的這個點 這是叫內分點 這個分點公式是用來表示中間的點 那外面的點怎麼做 等一下會交 我們就先練習這個內分點來算 來,那我們來看 第一題就有練習了 第一件事情它說 A叫做53 B叫做13 今天有一個點C在AB線段上 來,同學這邊幫我補充 這叫線段 線段是有起點終點的 代表著是 我們的點C在AB的中間 點C在AB的中間 這個是這樣寫的 本意是點C在AB的中間 那他說AC 比CB是3比5 要問C點的坐標是多少 來,那我們就畫一下這個位置 A在5 B在13 點C在AB的中間 AC比CB是3比5 同學 那就很簡單的 我們這個C啊 就等於交叉相乘 5A加3B 再除以5加3的8 再一算就好 那等於多少呢 8分之525 加3,13,39 同學算起來就是我們的答案 25加39 加64 64除以8 等於8 哇 這題目給的非常好 這題目他給的這個數字非常漂亮 是8 好 這樣可以 那這個是第一個討論 那你要注意哦 如果題目說的是 LIN P 在AB直線上 這時候我寫的符號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你會發現是一個兩個箭頭的AB組成 這東西代表了在直線 這叫直線 同學 直線跟線段有什麼差別 線段是有起點有中點 像這個線段AB線段 這個線段AC線段 但直線是無線延伸的幾何特徵 這個就是他們的差距 先講好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寫到這裡一樣 A叫做5 B叫做13 而且 AC比上CB 3比5 要講出點C的坐標是多少 你們先插一下題目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我等一下可能會用到右邊的空間 那請大家稍微的見諒一下 第一個是AC比CB是3比5 前面寫的是直線 同學 直線就沒有管你一定要在線的裡面還線的外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畫兩種圖 一種圖一樣的 一種圖一樣的 A C B 3比5 跟剛才題一樣完美 很簡單 但是你要注意 AC比CB 叫做3比5 它所代表的什麼意思 這個B點 怎麼樣 未必在我們的線的裡面 也就是你看到這裡是A是B 它很有機會是取到這個C點在這裡 3比5 這樣去做 這樣去做 所以有可能這個3比5 是在這個外面發生 也有可能在裡面發生 我再畫一次 這時候C 這一塊也是5 這塊是3 那這一塊就是2 那我們就這個設計出了這個內跟外的情形 那內分點我們剛剛有帶一個公司 那外分點怎麼辦 你會發現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比例 在這個圖形裡面變成了3比2 3有點不太閃 等一下 好 畫好 畫好 對這個式子的話 我們知道A點站在我們的最中間 C點不知道多少 假設叫X 那題目說的B點是4幾 B點是13 3 第一種情形是在裡面的 我們剛剛有算過了 第二種是在外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時候 應該是2C 加3B 除以5 會發現我們的A 訊號 可以嗎 因為A點在中間 我們之前學過的是 分點公式都在分外面的點 那我們以A為我們討論的主角 以A為討論的主角 這時候利用這個分點公式 來算 3B 加2C 除以5 最好是A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要的條件算出來 A就可以算出來 那這A是多少 就自己算 A是多少就可以自己算 A的話怎麼算呢 首先呢 這個 好問題 A是多少 題目有沒有給你A是多少 A是5啊 就等於三倍的 兩倍的C坐標 將三倍的B坐標 再除以 5 很巧都是5 1過去25 等於兩倍的C 加3倍的B坐標 那這個B坐標是13 帶進去 你看2C就可以算了 所以C就等於25 減掉39 再除以2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我們要的答案是多少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本質不是很難 就是希望你用分點公式去找 你在裡面的點 就像剛剛的找法一樣 如果你在外面的點 一樣的去列分點公式 先把中間的點出來 先把中間的點出來 再去找我們要求的這個X是多少 你要注意這個題目都是所求都是我們的X 好 就這樣 右邊這題我們馬上一起來做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們一起來練習 阿夢怎麼了嗎 Hello阿夢有事嗎 沒有 這看得懂嗎 這看得懂嗎 可以 那基本上來說 他就是帶我們的分點公式來算 那因為分點公式看起來比較長 所以一樣的我們畫圖再去算一下 練習11 他說有兩個點 P點是-3 Q點是11 R點在PQ上 你要注意這叫做線段 代表我們的R點在這兩條的中間 好 那PR比RQ是5比2 來 那要問R的坐標 同學請你寫一次 這個時候R在我們的中間 叫做內分點 交叉相乘再除以比例核 所以R會等於幾呢 兩倍的P坐標 加上五倍的Q坐標 再除以7 請你們自己把它算出來 交叉相乘再除等分 再除比例核 所以算出來是多少呢 P坐標叫做-3 兩倍的-3 加上5倍的11 除以7 55-6等於49 49除以7 加上7 這本的數字都有設計過 所以R點的坐標是7 可以這樣子表示 好 這就是分點公式 你們要注意點在內部還是外面 那等一下會有這種類似的進階問題 我們再討論 基本上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應該會交到這一節交完 那精選的範例我會挑特別重要的問題 不會全部講完 一個是說你們暑假壓力太大 一個是說我覺得有一些計算所睡無聊的就算 好 好 那終點怎麼算 這很簡單 用腳毛都會-3跟15 相加除以2就是總點 所以這個終點通常用m來寫 中點就是a加b除以2 這東西就簡單 真的簡單你們自己算 好 再來的東西我覺得蠻重要的 好 可是應該重點 我們等一下會放在是15上面 先講今天的重點 我們應該是放在分點公式 分點公式跟這個15 那其他東西就真的就還好 來 那第13題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絕對值的一次方程式 這時候呢 我們如果要拖絕對值 有各種不同的討論方式 那這個有代數的方法 像這個就叫做代數的方法 你把絕對值拆開來慢慢的去討論 這叫代數 那這個代數的方法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絕對值a它會拖的時候會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如果a大於0 它就直接拖了 如果a小於0 它再拖絕對值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號 這樣可以齁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以前國中都有講過 這個把絕對值拖掉要加正負 是這樣子來的齁 那第一個 絕對值x-a 那x當然就是正負a 那第二個絕對值x-a等於b 這時候x-a要嘛是正b 要嘛是負b 對不對 這還蠻明顯 那第三個 因為不同的絕對值有範圍 所以像這三種類型 第三種類型我們就分段去解決 簡單來算個一題 算兩題好了 第二小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這個問題簡單就直接拖絕對值 x-3的絕對值是5 代表它裡面可以是正5或者是負5 那再進去 x就是3加或-5 就這樣 也就等於8或者是負2 簡單 所以就這樣 好 那第三小題也講一下 他說3倍的絕對值2x-1-7等於8 那要問x是多少 同學那這一題我們練習一下 這個整理的方式 首先把-7移過去 刪除掉 所以可以得到2倍的x-1的絕對值 等於幾呢 等於幾呢 1過去再除以3 叫做5 可以嗎 15除以3是5 那再來拖絕對只要給正負 所以2x-1 要嘛是正5 要嘛是負5 算一下就有x的答案了 你們現在寫一下這個右邊的2跟3練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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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差不多了 這個絕對值x-2等於8應該是還好 你拖絕對值的時候 x-2要嘛是正8要嘛是負8 再把2移過去就有x 所以第一個x等於負2加或-8 那第二個呢一樣先把6移過去再把2除掉 會得到3x-1的絕對值 等於8除以2叫做4 所以3x-4 所以3x-1等於正或-4 你這慢慢帶就好 分兩段就帶 到這裡ok嗎 舉程ok嗎 hello 可以 還行喔 這個國中應該有一點銜接到吧 我記得你們國中絕對指代有交到這裡嘛 對不對 對吧 好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了 那這個講完以後呢 我們往下來看這個 一次不等式 一次不等式的話 有點也是小複習 那你們要注意解不等式最重要的是這個a 如果小於0的時候 怎麼樣不等式的方向要改變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這第二小題 然後 -2x加4小於0 先移項 -2x小於-4 再除以-2 乘除負數的時候不等式的方向會改變 簡稱大小便要小心 那第三小題也解一下給你們 第三小題他把2移過去以後叫做 根號3-3-2x大於等於-3 你要很強調小心的是這個式子這裡是一個負數 公學如果它是個負數 你不等式怎麼樣 除掉的話方向會改變 所以這題繼續寫 x就小於等於-3除以根號3加2 不是 比物-2-2 你再一算就好了 這還好 這真的還好 這裡最主要是整理跟計算為主 後面才會比較難一點 好 14大概這樣子 可以嗎 你要小心這個 不等式移項的時候要加正負的問題 那 剛講的稍快 最主要是因為前面 以前國中都有學過 那這個15 加慢下來了 好 我這裡還有看一個東西 我覺得 還好 但是 前幾題真的蠻悶的 叫什麼 黑道律師紋身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那就是在講這個 主角是誰 長得跟我很像那個 宋仲基 就是 宋仲基就是 他演一個這個黑道律師的故事這樣 我真的覺得蠻有趣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覺得 宋仲基演這種 不善延遲的壞人 覺得蠻帥的 OK 那這個我們再稍微的繼續下去 前面這邊沒有說真的很難 如果進入教室 不好意思小朋友 我稍微處理一下 有人突然問說 他沒辦法進來教室怎麼做 那我這個 我傳訊息給他 一下 好 沒事了 同學 你要寫什麼註解 你要寫什麼註解 幹你這衝三小 你畫什麼鬼東西 好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蠻重要的 我們接下來要繼續 張煥奇 你想要寫什麼東西 嗨 看錯了 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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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稍微畫一下 沒關係 好啦我們講完這個觀念的話 我們會稍微的給你們先休息一下 來 接下來要講的東西才是重點 前面其實 我說真的有一半 這個不等式的解法 這個國中都有學過 他有點像是一個小複習 那絕對值的方程式 就還好 比較麻煩的是分點公式 那再來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絕對值的一次不等式 這就很重要了 基本上來說 你再去解 就是絕對值的不等式 你在處理絕對值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段 或者是圖解 分段或者是圖解 那如果是像這種 等號的一邊 只有一個絕對值的問題 那還蠻簡單的 他的解法 通常我們都可以利用 絕對值來討論 這個直接拆解來討論 我舉個例子 絕對值的x 如果小於3 來 這個時候我們 他這個數字可以是多少 他這個x 是不是可以是 2,1,0,-1,-2之間的 不要超過-3就好 所以我們在拆解的時候 可以知道x 會介於3 到-3的中間 可以嗎 好 舉個例子 第二個 絕對值x 大於1 你加絕對值以後要比1大 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正的 他當然要比1大 如果是負的呢 當然要比-1小 例如說-2-3-4 加了絕對值才比1大 到這裡可以理解嗎 到這裡可以理解嗎 同學我等一下會再反覆講這個觀念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慢慢討論完 好 那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用幾何去看 看得比較快 代數去看 看得比較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另一種角度去看這兩個問題 我現在寫這兩個問題 我把一個先插掉 絕對值x小於3 我們知道可以用代數字的方式去看 他的範圍就介於3到-3的中間 那另一種方法是這樣子 絕對值x小於3 可以看成x-0的絕對值小於3 那同學 這個x-0的絕對值小於3 它所代表的幾何意義 就是x到0的距離 是要比3小 可以嗎 x-0的距離比3小 那這個時候很明顯的就可以用數線來看 以0為中心的邊界 向右走3 叫做3 向左走3叫做-3 那這個時候你要跟0的距離比這個3來的小 是不是很明顯的 我們最後的範圍 就會介於3到-3的中間 所以有一個心得 就是小於脫掉以後 我們的範圍會留在中間 是這樣來的 那再來繼續囉 如果絕對值x大於等於1好了 我用1來看 這脫絕對值在正的時候 比1大 或者是負的時候比1小 這是x大於等於1的範圍 比1大 要嘛比負1小 那這個時候一樣的 我們利用距離來看它一次 它可以看成x-0的絕對值 大於等於1 代表x到0的距離 大於等於1 以0為邊界 向右走1 我們得到了1 向左走1 得到了-1 這個時候這一句話 表示x與0的距離比1大 代表我們是不是只能在1的右邊 或者是在-1的左邊 這個時候我們的x跟0的距離 才有辦法確實的比1大 另外這裡可以相等 所以我們的邊界也會相等 最後寫出來 如果我們要這個範圍 我們會怎麼寫 我們就會寫x小於等於-1 或者是x大於等於1 這個就是我們的範圍得來的方式 所以我從剛剛講的絕對值的話 我講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直接拆解 一個是畫圖去解它 好 那我們來囉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通常我們會稍微的記一下 小於在拖的時候會介於 正的跟負的之間 我寫下面這個 小於在拖絕對值的時候會介於 正跟負的之間 如果大於的話 比正的大 然後比負的小 今天我們會花蠻多時間在這裡 所以我們 這個不急不躁的慢慢看 x-a小於r 這時候會介於正r跟負的中間 那這個時候 x把a加過去 就介於正 a加r到a-r的中間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可以用上面的圖來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右上的這個圖 右上的圖把它拉得很大 你看喔 如果x-a的絕對值小於r 代表說 代表說 某個x跟a的距離 是要比我們r來的小 以a為中心 r為邊界 是可以畫成兩個範圍 a加r跟a-r 那這個時候我們x跟a的距離要比r小 所以呢 我們知道 x-a要介於正r到負r之間 所以x就介於 a加r到a-r的中間 看這個圖 以a為中心 向右走r這裡叫做a加r 向左走r叫做a-r 那x跟a的距離要小一點r 是不是代表從右邊來說 要比a加r來的小 左邊來說要比a-r來的大 所以它就介於a加r到a-r的中間 是這樣子 再看一次圖 我們就給你們休息一下 以a為中心 如果我們要去討論x-a大於r 代表說我們x跟a的距離比r大 或者是x跟a的距離用負的看比-r來的小 那這時候把a加過去 x就介於r加a到什麼之間 就是r-a的中間 r加a或者是 這裡寫的有點不好 不好意思 所以把a移過去以後 x會大於a加r 或者是x小於a-r 像這個樣子才對 一樣用這個圖來看一次 它的幾何關係 x跟a的距離 x跟a的距離比r來的大 從a向右走r 就是a加r 向左走r就是a-r 那這個時候我們x跟a的距離 要比r來的大 所以x比a加r來的大 或者是x比a-r來的小 這時候跟a的距離才會都比r來的大 所以我們這個也可以用圖解去討論這樣的問題 好 這頁我講了蠻久的 那你們自己稍微的看一下 這裡例子這裡我才有再重新的寫過 你們看你們參考一下要不要抄都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休息10分鐘 接下來把下面的問題講一講 我們講一些進階的問題 然後幫你們勾一些練習 今天就這樣子 這個東西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們就稍微的再看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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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問一下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 我們大概半會繼續上課 大家就休息一下 我問一下 我們那個累積的那個統計表是都出來了嗎 就是各校的那個名額的統計表 希望 據說是出來了 但是我沒有看到 我看一下 統計表應該我這裡會有 只是因為我的訊息有點多 就沒有看到 看一下喔 欸欸欸 這什麼時候出來的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有一下 噔噔噔噔噔噔 統計表 基本上來說有人問我 這個 這個竹北跟建工哪個學校比較好 老實說我認真覺得 都差不多 說真的是這樣子 那這個竹北跟建工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 以這兩個學校 就是看究竟哪個學校 你們就去 去念就好了 這兩個學校的話都還 都還不錯 然後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管怎麼樣你們填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就 就差不多 不用說特別去 去調整或是去改換 這樣子 所以這個 給你們參考一下 另外的話是 各個學校還有六家 我個人覺得六家的話 老實說 我說真的 我覺得六家 有的時候怪怪的 所以 不過他們六家 他的優點 就是他們的語文都很強 他們好像第二外語蠻特別強的 這樣子 那還有什麼學校 足弓 足弓的話 理科還不錯 但是文科好像就還好 真的就還好 然後竹商就正好顛倒過來 竹商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就我了解竹商 很多的 就是自然科老師 都是從 從竹中去戒掉 所以不一定會很足夠 那選擇人 選擇的少的狀況之下 那他的理科 可能你們就要自己用補的 或是再稍微的 稍微的看一下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 如果像這種狀況的話 你們自己再稍微的 參考一下 你們有人對哪個學校有問題的嗎 那私立的學校 我講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要去念私立 那新竹的私立學校 這個大概有幾個 樹光嘛 磐石 藝明 跟那個叫什麼的 跟中信 那這些學校 就是有考好的 也有考不好的 那 他們的辦學是這樣子 磐石的進度 會基本上來說 跟一般的學校比較接近 那如果曙光 跟 藝明 藝明 也有比較接近的班 但是 如果 你們有人 這時候我們要去 藝明的職業班的話 藝明他會有一個 這個升學的職業班 真的蠻強的 像我 有兩個 藝明的學生 都考的成大以上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還不錯 可是問題是 他們 真的就是超級快 那你就不一定 你就不一定有辦法 就是 跟很順利 一個是成大 一個是正大 對 那姐姐正大 反正就是 藝明就是這樣子 那 那其他的學生 很多就是 他們沒有花很多薪資 那中信的話也差不多 而且中信超級遠 所以如果你們 有人想說 去什麼 中信什麼LP班 怎麼鬼的 那你們自己 可能要稍微的 注意一下 第一個是說 中信的這個時間 管的比較嚴格 然後 他又真的很遠 你們自己 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 其他學校我就不多講 因為我 我也不是很熟 那我知道 光復他們也有一個升學班 但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 就 我就不會 所以 我就覺得就真的不太行 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這邊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絕對值的東西 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絕對值的東西 對 就我的想法來講 我一直覺得 它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最主要你們 在這個拆解的時候 會需要很多的 就是嘗試 或是試驗 那 如果是單純的拆解 就是介於比真的大 比負的小K這樣拆 另外你說 老師 有人會問我說 這個絕對值 可不可以就是 用以前的討論的方式 先把絕對值拆掉 再去討論正負 可以 可是這樣的話 會花蠻長的時間 我們來 稍微的 陪你們做一下 討論 看一下這個筆記的地方 在筆記這邊 我再多講一些 絕對值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絕對值 其實我覺得它這邊蠻難的 來 就簡單的討論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以這個 絕對值X 小於3 這件事情來討論 好 這件事情討論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講過的方法是 去利用代數去看它允許的範圍 那麼很明顯的是 3210-1-2-3 我們的範圍借鑑於3到-3的中間 小於會在兩個人中間 那第二種方式 我們知道 絕對值代表的是距離 所以絕對值X小於3 它所以看的是 X-0 小於3 代表的是 與0的距離 要比3小 那向右走3 這裡叫做3 向左走3 這裡叫負3 那我們X跟0的距離 要比這個3來的小 這時候我們的範圍就會被鎖在3跟負3的前面 這是我們在單一的絕對值裡面比較推薦的方法 那第三種方法是這樣子 第三種方法 只是用來解釋 但是我們不建議你們這樣做 這樣做會比較瑣碎 只是說要給你們看 不管用什麼方法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問題拿來討論解出來 它是這樣子 你可以先去去絕對值 那第一個 我們令絕對值內部等於0 去來判斷範圍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 中間有一個邊界就是我們的0 我們在討論這個式子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討論比0大 或者是比0小的情形 那第一個 如果x大於或等於0 當我們這個式子x大於等於0的前提之下 我們脫絕對值是不是不用變號 就叫做x小於3 也就是說 我們在x大於等於0的情形之下 算出來了x比3小的這個結果 那第二種情形 當x小於0的話 同學 如果一個數字是負的 你要把絕對值抽掉 是外面要再加一個負號 所以這時候解出來就叫做x大於-3 也就是說 我們在負的狀況之下 我們解出來了x大於-3的情形 好 那最後呢 這兩個條件我們都要 所以我們把它合併在一起 當我們x大於等於0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算出來的第一個範圍是比3小 如果我們的x是負的話 我們會發現算出來的結果是比-3來的大 那這時候呢 把這兩段接起來 我們的結果就會介於3到-3的中間 同學這個討論你就會發現很長 對不對 但我要跟你說 實際上 實際上最早期最早期 我們在討論絕對值的時候 是這樣子去做的 只是因為我們後來觀察它的數字的特徵 發現如果x的絕對值比3小的話 它的範圍就一定會介於3到-3的中間 或者用距離算 我們的絕對值問題就變得比較好解 我就講這一次這個東西 那你們下面這個第三個方法 也不用特別去學會 你們最主要是要記得 這個怎麼去把這個絕對值拆解 第一個跟第二個的情形 那回到這個問題來說 我們來看第15的1小題 同學那我會建議你們這個解完的話 那你們就可以跟著我一起把練習書馬上寫完 寫過就會有感覺 第一個 如果它是小於等於 我們脫絕對值的話 就會介於2到-2的中間 很快 那第二小題 這裡是大於5 那我們先脫絕對值 我們發現如果x顯3的絕對值大於5 這時候脫掉絕對值 正的要比正5大 如果它是負的經過辯號 要比-5來得小 我中間用或連接 那繼續往下 這時候把3移過去就變成了x大於8 或者是x小於-2 把-3移過去加起來就變成-2 好 那第三小題 如果是2x加1小於等於7 那這個時候把絕對值脫掉 這個2x加1 就介於正的7到負的7中間 先把1移過去 我們的2x 介於6到負8的中間 我們再去除以2 我們的x 就會介於3到負4的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計算的寫法 好 那同學 我們來練習右邊 請你們現在馬上一起做 這個絕對值 就我們的教學經驗來說 就是一定要馬上去寫過 那你要記得 如果大於的話 比正的大 比負的小 那小於的話呢 怎麼猜 介於正的到負的的中間 給你們3-5分鐘來做一下這個練習實務 啊 好 謝謝 好 同學你們看一下你們的第一小題做的有沒有跟我一樣 如果是大於等於大於2沒有等號 這是我們寫範圍的時候 拆解的時比正的大比負的小 第二小題 小於等於介於正的到負的中間 這裡有等號所以兩邊都有等號 可以得到x下1 在6跟負6的中間 再把1減掉 我們的x就介於5到負7的中間 那第三小題 一樣比正的大比負的小 所以3x-1大於8 或者是3x-1-8 把1移過去再除以3 x-3 或者是把1移過去-7 x-7 這一組是一整個答案 還有這一組 還有這一組 我想你們應該對於這個拆解是差不多的 OK 那像這一種都是單一絕對值的拆解 那如果有比較多的絕對值 一樣的還是要先把絕對值去掉就分轉 最後再跟你們稍微的講一下一些小小的記號 這個第三個是要講的是區間記號 那區間符號就是用來表示一個範圍 那我稍微講個例子 有等號的用中括號表 沒有等號的用小括號表 左邊比較小 右邊比較大 那例如說我們的x如果介於-1到5 不能等於-1可以等於5 那這時候怎麼寫 這時候我們的x範圍怎麼寫 這個 這時候我們的x範圍就會寫成-1 5 這代表說 我們由-1到5的範圍 -1到5的範圍 那不能等於-1 這裡沒有等號 這裡有等號的意思 稍微的看一下 這只是一個記號而已 好 再來是如果是x小於等於a 那這時候代表是從-無限大到a的中間 的這個範圍 那因為我們無限大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所以你看到無限大的時候 同學 這個符號代表的是無限大 你看到無限大的範圍的時候 你只能用小括號去把它寫出來 因為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我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x如果大於3 大於等於3 代表你的範圍是從3一直到無限大去 就這樣子 那這就是區間記號的寫法 好 那寫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進階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 進階問題的話 我會挑幾個重要的問題講 那我會幫你們勾 進階問題相對的練習 你們照著這個範圍練習過就好了 那我們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本來就不要先從太難的開始 所以我們這個進階的練習的話 我會交個4題左右 那交個4題左右以後呢 其他的問題 我還會再把它錄下來 然後下一次上課也會來討論 來 那我們接下來翻開第15頁 先從第2開始 來 這個第2他說 AB是一個阿拉伯數字 0到9之間的數字就對了 而且呢 這一個數字可化為有限小數 同學 什麼叫可化為有限小數 就代表他的分母 整理完可由2後5組成 這叫做有限小數 前面有講過 可是這裡很討厭 那分母有180 180是多少 180 等於9乘20 那9乘20的話 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他所代表的是 9乘上2的2方乘5 這裡後面是由2後5組成的 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9的關係 你必須把這個9化掉 才可以使得這個數字化解完可以是有限小數 我再強調一次 有限小數 請你們這個 稍微的看一下前面的筆記 分母只能由2後5的直因數組成 代表說這個數字的分子 要可以把9約掉 標 3a4b7 為9的倍數 好 那我們繼續囉 那這個時候來 9的倍數怎麼計 9的倍數怎麼算 就是何為9的倍數 所以這時候他的答案是多少呢 這個時候是 3加a加4加b加7 也就是14加a加b 要是9的倍數 那這時候a加b可以是多少 同學題目沒有要你算ab 可能可以湊 可是你不用直接算出來 他只有問你 a加b要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 9的倍數的話 代表這個合要是9的倍數 那也就是說14加a加b 可以是9的倍數 那有兩種 一個是14加上a加b等於18 或者是14加上a加b等於27 這兩個都是9的倍數 可是其他的就沒了 因為你要注意 ab都介於0到9之間 最大最大兩個9是18 加起來是32 也沒有到下一個36 9的倍數 所以我們的a加b的範圍 有了以後 我們ab的結果就出現了 所以a加b要嘛等於4 把14減掉 a加b要嘛等於13 就这样 所以他其实不是说真的很难 你要注意因为我们要的是9倍数 所以利用这个每个字母的合为9倍数去整理 再来范例3 范例3其实我刚有先讨论过了 他说数线上有两点AB 其中坐标一个是-2 一个是8 那今天呢满足两倍的AC等于BC 要问点C的坐标是多少 同学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把BC除过去AC整理一下 这时候他代表的是 AC除上BC 等于1除以2 代表了什么 AC比上BC 是1比2的结果 这来题目有没有限定我们的点C 在两端点的里面或外面 不限内外 当然就会有两解 那怎么去看这两解呢 接下来看 如果我们在线的里面 这里是A点这里是B点 他说AC比BC是1比2 假设这个C点在这里 1比2 那同学这时候C点是不是可以算 就用分点公式算 所以由分点公式 这个C点就变成交叉相乘 再除以比例核3 请你们记得 这个分点公式怎么算 交叉相乘再除以比例核 那因为这个真的很常用 你慢慢推也是会推的出来 可是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就是一个高中的工具 那算一下吧 就等于8 加3乘2 除以4 不是 除以3 1比2 这个数字我写太重 所以算成交叉相乘三分证 第一组答案 那第二种Case 就是A跟B的位置 还有C的位置在他们两个的外面 好 第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C的位置在A跟B的外面 他这个C的位置 你这个C位要放在哪里 那有一个小小的提示 给你们看在这边 对于这个式子而言 这里有一个小提示 这代表是AC跟BC比AC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 可以利用这个角色的关系 判定A在C的这一侧 因为这时候AC会比BC的来短 可以吗 好 那AC比BC现在是1比2 那我们要来看C点的座标是多少 A点是-2 B点是8 这个题目怎么解 你可以慢慢算 利用距离慢慢去解答 或者你们可以学我 这里也是1 所以我们从这边用终点勾式 A等于B加C除以2 你要求的是这个C嘛 所以C怎么算 看C等于2B 减掉A 这等于2倍的18 减掉负荷 38 等下负荷 现在我这边是不是有点比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边写反了 靠谣靠谣 朋友再说一次 这边 这边我刚这边突然 犯比误了 同学我们知道A是重点 对不起我再讲一次 A是在B跟C的重点 抱歉抱歉我再说一次 A是在BC的重点 那这时候怎么算C 把2乘过去 把B减掉 应该是2A减B 这 可能我刚中学了 来 两个A减B是几呢 2倍的负4 再减8 2倍的负2的减8 2倍的负2减8 负4再减8叫负的12 所以这个我们的C点 应该是负12才对 所以一个解是2 一个解是 负12 好 这个解法你们要学起来 就是 我们这个C点 或者说A点跟B点 它们都在数线上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一样的可以拿来运算 像我这边一项以后加加减减 就直接用点桌表去写出来 好 其风这会太快吗 可以 举程可以吗 会不会太快 但是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就是我跟你算答案不一样 你跟我算哪一题答案不一样 第一题还是第二题 3分之2那个不一样 1比0 哦可以 没有 那还突然 突然莫名其妙了 哦我知道了 我这里比误了 哦抱歉 我我这边莫名其妙的 写成的3 对因为我成错了 抱歉抱歉 呃 刚 看了时间有点有点紧张 所以 抱歉抱歉 来 同学我这边是 2倍的-2才对 所以应该是3分之4 其风你写3分之4吗 会得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没有啊这个这个刚 不知道为什么刚一直看到是看成是哦 这就是分点公式哦这个 分点公司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去做的哦 那我会希望你们可以把分点公司稍微的记起来一下哦 在这边再写一个再给你们练习一次哦 如果是负7跟2 那这里的比例是3比2 那这个k点会是多少呢 k点就会是3乘以2 加上2乘以负7 最后再除以3加2的5 这个就是分点公式交叉相乘再除以比例和 好 那最后还有几分钟哦 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范例5 讲完就给你们休息了哦 范例5 这一题哦 很有趣哦 所以我想说我们还是稍微的把它讲一讲 呃 同学这个范例5蛮长的哦 所以你们 这个 慢慢的看哦 第一个哦 你要解这个绝对值的问题 有很多个绝对值 怎么办呢 分段去讨论 什么叫分段 我们令绝对值的内部为0 这时候我们不等是分三个区块 一个叫做1 一个是负2 比1大 介于1到负2之间 或者是比负2小 为什么要分段 最主要就是因为 你这个绝对值的内部 随着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我们可能要进行变号 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哦 当X大于或等于1 这时候会有什么现象 同学 如果X大于等于1啊 你会发现 X-1是不是正 X加2是不是也是正 这蛮好理解的吗 这两个都是正 同学如果一个正数 拖绝对值就不用 改变方向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们拖绝对值 我来教你们拖哦 拖绝对值的时候 本来的绝对值X-1 就可以直接写成X-1 因为这两个都是正 再加上X加2 等于4 那全部拖掉去算一下 会得到2X 算出来 X等于2分之3 同学 你算完以后 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看它有没有满足 发生什么 什么事情 那干我刚忘了存到 对不起哦 呃 share突然不见了 我再稍微重写一次哦 X-1这时候大于0 X加2这时候也会大于0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往下写的时候 可以直接拖绝对值 我不好意思 我刚刚这个笔记突然 不见了哦 我们讲完这一题就下课哦 那再整理一下 会得到2X 等于3 X等于2分之3 这个结果 2X等于3 X等于2分之3 这个结果 那基本上来说 对于这个适者而言 对于这个适者而言 它是一个合逾我们答案的结果哦 因为我们的前提是怎么样 我们的前提是X比1大 那的确X等于2分之3比1大 好 这是第一个前 第一个情形 那接下来第二个讨论是说 如果当我们X比1小 比-2大的时候 我们两个边界是0 所以这个1跟-2 这两个边界而言 我们来看哦 在这个边界里面 你会发现有什么现象 如果我们的X在这里 X会比1小 所以X-1会小于0 但是X依然比-2大 所以X加2 还是大于0 这个OK吗 这是第二转 这是第二段情形 那对于第二段情形的话 你要小心哦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绝对值下 我们这个时候 是要适当的变好的 那我们知道 当绝对值是负的 你拖绝对值的时候 是要加一个负号 同学你要注意哦 例如说绝对值-3 所以会等于负的负3 因为你算出来要是一个正数 所以这时候你外面加一个负号 才会负负得正 那X加2是正的 所以可以直接脱掉 继续往下算哦 -X加1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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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XX约掉 3等于4 同学3不会等于4 所以在中间是不合的 在中间是有问题不合的 最后第三点 我们取了第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范围要取 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是x如果小于-2的话 同学如果x比-2小 这时候x-1会小于0 x加2也会小于0 对吧 因为x比-2小 所以加起来当然会小于0 那这时候会有什么现象 同学你绝对值一定要是正数 可是你这两个数字 在绝对值内部都比0小怎么办呢 我们的x-1 因为这时候是负的 原本绝对值拖出来要是正 所以前面要再多加一个负号 才让它负负得正 同样的道理因为x-2小于0 本来是负的 外面要再多一个负号 我再说一次 因为这里是负的 可是绝对值怎么样 你绝对值我们拖出来以后要变成一个正数 那这个时候因为x-1 这时候是负值 所以外面要加个负号才负负得正 那继续往下算 把负号乘进去会得到-2x 再来加2再-1等于5 所以算出来 x叫做2分之负 同学这个2分之负 当然是怎么样 比负2小所以它是合的 同学这个这有两个答案 所以最后的两个答案 一个是几 一个是2分之3 一个是2分之负 同学你们当然不会这样解题嘛 对不对 第一个是说 哇写一个题目10分钟会不会太久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实际上是有的 而且这个方法好到 你前面虽然写了再万般不顺 你后面一样是写得出来 同学我要跟你们讲 我前面这个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你把绝对值脱掉的时候 加上正负号 然后慢慢的去算出来的结果 可是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有 绝对听得懂 我们知道绝对值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做距离 同学最后一题 来把它把它学完 好 来开始 2分钟之内把你们交会 像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如果你用分成好几段的时候就很难写了 可是这题目的架构是很单纯简单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绝对值为距离的一个想法来去计算 来首先我们知道绝对值是距离 所以我们的原式 这个绝对值x-1 加上绝对值x-2等于4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x-1 加上x-2等于4 但是 这句话的中文是啥 这句话的中文 非常的微妙 他叫做 x-1的距离 再加上x-2的距离 为4 同学这样可以吗 我们知道绝对值代表距离 但是距离一定要用减 所以把加2改成减掉-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数线来观察我们的结果 来这里有一条数线 有一个边界叫做1 一个边界叫-2 来 曲成我问你 1跟-2 他们距离为几 1跟-2 3 对 是不是3 那我问你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 两个加起来距离为4 我们的x 可不可以在1跟-2的中间 不熟 当然不行 因为这样子的话再怎么加就是3 只能是3而已 所以中间有没有答案 中间不合 中间没有答案 你们来参考一下我们刚刚的第二个例子 3 3 不会等于4 所以不合 可以吗 那既然在中间会不合的话 这时候我们只有可能在右边或左边 我右边用黑色来画给你们看 假设这里一个点叫做x 比1大的时候x到1的距离叫做l 假设啦 那这时候x到-2的距离可以看什么 l加几 来 比辰看一下 x到1的距离如何叫l x到-2的距离就是我们这 l再加上中间这一段的几 3嘛 对不对 可以吗 这看得懂吗 这看得懂吗 这里有点难 开心吗 我一直叫你感觉你会害羞 来 刘先来 刘先来看这边 刘先 我们来看一下 x到1的距离是l x到-2的距离就是l再加3 这样ok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距离的和要等于4 所以l加上l加3 要等于4 移过去你会发现了 2l剩下1 所以我们的l算出来的结果叫做1 2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这个x 是不是等于1 再往右走2分之1 叫做2分之3 这个2分之3 就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第一个答案 那相对的第二个答案 看过就会简单了 来 第二个答案有可能在-2的左边 我用绿色的话 假设一样叫做x 一样的道理 x跟-2的距离 假设叫做k 那x跟1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k加3 所以在左边的时候 k加k加3 等于4 一向整理 2k等于1 k就是1 2分之1 那既然k是1 2分之1的话 这时候在左边的这个点 x就等于-2 再扣掉1 2分之1 算出来就叫做2分之4 这是这个2分之4 好同学说他的答案 一个是2分之3 一个是2分之4 大概就这样同学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个真的是有点 同学不好意思 这个刚刚的笔记不见了 我等一下会把笔记补起来再给你们 好 那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这个 等一下我把笔记传上去 这个笔记突然被消掉了 那可能是今天系统有点怪怪的 我等一下把它补起来 会再把它放上去 那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作业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稍微做一下 我今天会勾给你们 另外的话我会再给你们一个区块 放你们作业的位置 那各位同学辛苦了 好我们就上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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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會把那個筆記再傳上去 因為這個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跑掉了 可能這個我要換電腦了之類的 那這個筆記的話我會放上去你們自己再稍微的把它補起來 把 Presid過得到了 連結就越線好了 那這個筆記 Internationale 會部會了先試看 如果是最多的 連結就在哪兒 留一樣 我覺得不 Bin 就有很多作品 瞭解烈,托接 醒來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